大家好,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2月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我是Cherry 最新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人被美国发出5年禁止入境的人数翻了一番 对此,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不给任何解释 只是强调近期没有政策的变更 据CBC报道,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资料显示 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之间 美国边境人员对616名试图从加拿大陆路进入美国的旅客 发出了5年不得入境的禁令 与之前的12个月相比,312人相比几乎增加了100% 据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 News报道称 川普政府正悄悄加大对大麻的打击力度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负责边境行动的官员 Todd Owen表示,美国海关人员可能不会直接询问 每一个入境的加拿大人是否使用过大麻 或者是否在大麻行业工作或投资 但其他因素,比如车上的气味 或者嗅毒权检测出的大麻残留物 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调查 任何经常到美国旅行的人都知道 边境上的一个普遍问题是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Todd Owen说,现在如果你从事大麻行业 那是不会被接受的 我们不承认这是合法的生意 任何在边境被发现携带大麻的旅行者 都将在美国被起诉 而如果你对检查人员说谎 也将被终身禁止入境 来自卑诗省Lenley的61岁的Barry表示 去年8月的时候 他打算前往美国华盛顿 他告诉美国海关人员 最后一次吸食大麻是在18年前 但是他却被终身禁止入境美国 他说,当时海关人员问我 曾经是否吸过毒 我如实回答了,我不想说谎 我就说18年前吸过大麻 结果我就被各种验指纹,搜身,照相 还被问了1000个问题 每次问的都是相同的问题 结果4个小时之后又回到了加拿大 Barry表示,自己随后请了桑德斯律师帮助他 希望能够得到豁免 因为他们一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宗理权还有房产 他打算晚年的时候去那里 律师估计,豁免程序将花费大约2000美元 费用包括法律费用和犯罪记录核查 此外,他还要为过去吸食大麻写一封回播书 而且,豁免程序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 并且还不是永久性的 这意味着人们可能要重新申请 桑德斯说 不少加拿大人打电话咨询 关于拒绝入境的问题 令他感到困惑不安 这些人不是罪犯 他们可能缺乏文件 可能天真 但根据移民法 没有理由对这些加拿大人寄出五年禁令 有一名叫做Stephanie Colling的客户 试图从阿尔波塔省进入美国 却因此遭到了五年禁令 在美国工作的梦想被搁置了 今年31岁的Stephanie 获得美国爱达河大学的两个硕士学位 在完成学业后于7月返回加拿大 但随后爱荷华州的一所大学 提供给他运动教练的工作机会 8月2日 他从亚省过境要到蒙大拿州 在边境希望得到工作签证 但海关人员却给了他五年拒绝入境的禁令 桑德斯说 以前如果有人犯了文件上的错误 顶多就是当下拒绝入境罢了 不会五年不得入境 下周加拿大参议院将推出一项动议 有可能会让自由党内亲北京的成员感到为难 该动议要求特鲁多政府 按照外国腐败官员受害者法 批准制裁一批中国和香港地区的高级官员 如果议案在议会中获得通过 鉴于中国喜欢对外国进行报复 中国强人习近平应该会选择报复性措施 而特鲁多的少数党政府会非常不情愿地 卷入于北京的冲突之中 加拿大麦克林杂志的文章称 这或许是一个机会可以使加拿大彻底摆脱 在沃泰华根深蒂固的中国游说团体的控制 自从一年前华为危机爆发以来 特鲁多政府的外交政策几乎瘫痪 在过去半个世纪 自由党都与中国有着说不清的关系 但同时也有可能会损失 现在不知道北京政权会做出怎样的愤怒反应 一年前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温克华被逮捕 她被指控涉嫌逃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导致银行面临欺诈指控 中国官员立即警告逮捕会有严重后果 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企业家迈克尔斯帕弗 随机被以明显捏造的罪名抓获并监禁 中国外交部一年来一直在不停威胁 咆哮和进行宣传 面对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主要情报官员的一再警告 华为会对加拿大造成国家安全问题 特鲁多内阁至今仍然摇摆不定 加拿大政府虽然强调 康明凯案仍然是加拿大外交中的重中之重 但却悄悄地扩大对华贸易和深化对华关系 不再追究北京的人权暴行的责任 这种做法等于是特鲁多政府在向习近平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 劫持人质和贸易欺凌是有效果的 自由党的老将包括前总理让克雷蒂安 前副总理约翰曼利和前驻华大使麦嘉莲 甚至暗示错的是加拿大而不是中国 争论的焦点甚至变成了 加拿大不应该首先拘留孟晚舟 参议院的这项动议由保守党参议员吴青海和好萨科斯 与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密切磋商后提出 涉及针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系统性迫害的中国官员 但议案的直接目标是对在香港侵犯人权负有责任的官员 自去年7月以来 数百万香港人走上街头举行了一场支持民主的抗议活动 捍卫香港的自治权 目前参议院中一些自由党任命的官员 已经受够了特鲁多对中国的沉默和投降 而且参议院的动议很有可能在下议院获得多数票的支持 因为自由党是少数党 上周当川普政府签署了一项在美国国会获得两党压倒性支持的法案时 香港的民主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川普签署美国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之前 中国新任驻加拿大大使从培武已经发出了威胁 他警告说 如果加拿大立法者效仿美国国会将会付出代价 上周末 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在一份含糊其语的声明中案时 他将很快重新审视加拿大的对华政策 不过参议员郝萨斯科并不认为 外交部长的模糊声明代表着任何变化 他在谈及新任的驻华大使巴顿时说 恕我直言 如果你看看他的背景 巴顿看起来更像是中国政权的内部人士 而不是代表加拿大政府倡导加拿大价值观和原则的人 那么这个政府是中国利益的代理人 还是在捍卫加拿大的利益和加拿大的价值观呢 临近年底各行各业的骗子都开始营业了 毕竟充业绩的时候到了 最近一位直接冒充皇家骑警的诈骗犯被曝光 涉案的小伙子才26岁就已经靠着自己的本事 用诈骗款买下了Burnaby 7318 Fourth Street 价值190万加元的西卧独立屋 不得不说 如果是正当职业的话 也算是很励志了 但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结果这个年轻的小伙子被告了 BC民事没收办公室 因此向BC最高法院提告 要求没收这处豪宅 根据诉讼文件中的描述 涉案人员名叫薛浩然 英文名叫Challie Scher 今年26岁 涉嫌冒充加拿大税务局官员 皇家骑警官员 银行调查员 软件公司员工 骗取无辜加拿大民众钱财 要求把现金或礼品卡寄到指定邮箱中 原来真的有那么一批人 面对这些身份天然的选择相信 并坦然地打开了自己的小钱包 诉讼文件里显示 薛浩然纪念年初 往自己的银行账户里 转入转出了100万加元的巨款 就是因为种种可疑的举动 薛浩然当时已经成功进入了调查员的视线 而调查结果则于11月12日提交给了最高法院 调查文件中清楚地记录了调查员查获的证据 在扣下的嫌疑人薛浩然的手机中包含了大量诈骗受害者的姓名 地址以及被告知的汇款金额 而今年年初 薛浩然已经因为诈骗和伪造文件的罪名 被皇家骑警逮捕过 逮捕后 皇家骑警还在他身上搜到了一张假的驾照和一部手机 而警方打开手机后发现了一个视频 视频显示 薛浩然从一本书中取出了一个小包裹 打开包裹后取出了里面的现金 除此之外 手机里面还有很多短信都是受害者发来的 此案于今年6月份 由皇家骑警联邦严重和组织犯罪部对薛浩然展开调查 掌握到证据之后 警方于今年7月进入本乃比的家中搜查 BC民事没收办公室指 薛浩然位于本乃比73184th Street上价值190万的独立屋 是犯罪所得 因此要求将该屋没收 就是如此奢装的豪宅 户主竟然不是薛浩然本人 而是他的父亲薛增刚 目前薛富一直居住在国内 薛浩然也并不再次居住 他将这栋豪宅租给了几个华人租客 自己当上了包租工 想必每月的租金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对此案 薛浩然还没有对相关的指控做出回应 据相关的数据统计 加拿大反欺杀中心收到了全国近78472个举报 全部都是关于假装呈CRA或移民局官员骗钱 而数据显示 全国已有4695人被骗前 涉案金额高达了1670万 想想真是不可思议 但对于一些老人和新移民来说 像那种政府官员要求寄礼品卡和现金的伎俩很奏效 而且事后想要抓捕这些罪犯 也需要相当大的警力和人力 所以为了避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我们要提高警惕 并且随时提醒自己的家人做好安全防伴 特别是家里的老人更要做好相关的防诈骗攻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又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近期庆祝北约成立70周年 一直是建筑各大报端的新闻 当地时间12月3日晚上 招待晚宴在白金汉宫举行 英国首相约翰逊 法国总统马克龙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人都现身 一段他们三人聊天的视频在网路上迅速走红 虽然三人都没有直接提及川普的名字 但媒体认为 这三位领导人聚在一起调侃川普 视频中 约翰逊先问马克龙 这就是你迟到的原因吗 马克龙还没有回应 特鲁多就摆出了一脸同情的表情 抢着说 他迟到了 因为他开了4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 此前 美国总统川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曾举办了为将近40分钟的记者会 互相炮轰了一番 英国《每日邮报》认为 特鲁多说的就是这场新闻发布会 接下来特鲁多又接着说 哦 对对对 他宣布 然后一边说着一边比划 你看看他的团队下巴都惊掉了 视频中 马克龙和约翰逊显然也在笑 但特鲁多刚好正对着媒体的摄像头 所以整个绘声绘色的表情手势 都被完完整整的录了下来 今日俄罗斯将这三位领导人形容成 绯闻男孩 并在文中提到 这三位绯闻男孩看起来都很开心的样子 有网友评论 特鲁多表现的就像 在老师离开教室后 但他已经快50岁了 希望他能做点跟年龄相符的事情 却有网友立刻反击 川普都75岁了 行为还跟学生一样 消息传出 川普当然是不高兴的 初三上午 川普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 特鲁多是个双面人 他表示 本来觉得特鲁多是个好人 但是当他想敦促一下特鲁多 关于拿出2%的国民生产总值 作为北约国防开支的事情 他显然不高兴了 这个两面三道的家伙 特鲁多当然也逃不过媒体的逼问 周三上午 他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 每个领导人的团队 都有过下巴意外精掉的时刻 比如这个视频 虽然大多数人 都是把这段花边新闻当作犯后的笑话 顺便调侃一下川普 但也有网友认为 其他领导人就是在嫉妒川普 因为川普是真的在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